说到的事情里边有一个小小的问题 就是1978年的时候 我争取回国的时候 在北京并没有大使馆 那个时候还没有建交 建交是1979年元月才建交 所以我第一次到美联储 那时候是美联储 我第一次到美联储的时候 去的时候是1977年 非常的调诡 也非常的惊险 因为那个武警 端着枪的武警 是绝对不会让我进去的 但是我用了一点办法 关于这一些故事 都已经写过了 就不用再说了 但是就是像刚才邵先生说的 有很多事情 如果拍成电影大概是蛮惊险的 蛮有意思的 现在想想有很多人会问我说那时候你不觉得后怕吗 你会想那个事情的时候会不会有后怕的感觉 我说我当时没有后怕的感觉 为什么呢 因为我冲到美联储门口的时候我就站在那条白线上 那条白线的外边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土 但是那条白线的里边是美利坚合众国的领土 我当时就想如果那个武警一枪把我打死 我是一定会倒进去的 而我手里的美国护照和美国出生纸就会告诉美国政府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土地上还有美国公民在 因为中国政府和美国政府曾经有过一百多次的华沙对谈 在这一百多次的对谈里头 他们口口声声的说在中国的土地上没有任何一个美国公民 但是这一个美国公民忽然的在1977年出现了 而且手里头有美国护照 1948年的美国护照 以及1946年的美国出生纸 所以这样一件事情发生了之后 那美国政府当然就全力以赴凝救我回国 那中国政府的办法就是拼命的要把我变成一个现行反革命 最好能关起来这样的话就可以减少问题 但是中国政府那个时候急于建交 所以在美国国务卿访问中国提出来这个名单 我是第一个名字 就有一个名单在那里 就是说这些美国公民你们得把他们交出来 不交出来的话我们不谈建交的事情 那么在这种情形之下 那我就被包成一个礼物 就送给了美国政府 这个跟公安局这个缠斗的时间长达八个月 我1978年元月就离开这个经过罗湖桥进入香港的时候 我的体重是95磅 大家可以想象那个时候的状况有多么恶劣 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小小的补充 就是说那个时候是美联储而没有美国大使馆 但是美联储这一段历史 这个中国政府是一直在尽量的淡化 尽量的就让它消失掉 但是不能消失的就是Teresa Basaki 是1949年以后不得不滞留于中国的美国公民里面 回到美国的第一个人 我回到美国的时候还没有建交 那个时候距离建交还有整整一年的时间 我回到美国第一件事情就是到美国国务院 因为我没有亲人 我没有朋友 我什么都没有 我也没有英文 I don't have anything 所以我到了国务院 到了国务院的当天 卡特总统就要求美国国务院 跟中国政府直接交涉 就是你们手里还有多少美国公民 给我们交出来 现在Teresa已经站在我们面前 有了第一个 还有其他的全部交出来 三年之内陆陆续续回来的 有300多美国公民 这就是当时的一个情况 我能够这一次 能够和半杯的朋友们见面 要特别谢谢陈刚 陈刚在疫情特别紧张的时候 跟我联络 关心我的写作 关心我的出版 这个年头很少有人对一个写作人 表达关心 也表达甚至表达一种关切 你的出版的情形怎么样 你出了多少书了 什么什么这些 我很感动 我感动的一方面是 他对一个文化人的关心 另外一个也是这个半杯 这个清茶社 对文化的尊重 也是对朋友的爱护 所以我很感动 尤其是在那个疫情高张的时候 大家不能出门 这种情形之下 陈刚写信来 我非常高兴 这是一个 另外一个呢 就是陈刚跟少年人 跟李会长 都知道我不懂的电子玩具 所以在几天以前还特别预演一回 预演一回让整个节目能够正常进行 我也要特别表示感谢 因为如果没有那一次预演 今天不知什么事情会发生 很少有人这样做 我也上过一些其他的节目 自由亚洲电台的台北电台 还有其他的这个 这个什么纽约的这个电视台 这些 他们都是约好了的时间 然后就说你按扣子就对了 可是没有一次是成功的 没有都一定要打电话 什么折腾半天 所以我非常感谢少先生 跟这个陈刚跟李会长 是先先做了一点工作 那这样的话 今天这个小小的故障 还很快就解决了 所以很感谢 这个感谢里头呢 还有另外一个内容 就是上一次 我们就预作节目的时候 少先生特别 今天主持人少先生 他特别谈到一本书 一本现状书 这本书就是古诗园 他就提到这个古诗园的时候 那是因为他看了我的多余的人 那多余的人里面有一节 是讲我外婆的故事 那么讲我外婆的故事的时候 这个里头就谈到这个古诗园 这个古诗园这个东西 这个是一本现状书 而且呢这个书上的本来是说是光绪17年 由这个湖南的私贤书局出版 但是当然不是真的 实际上这是后来民国 这清朝结束以后 这民国时期什么书局就翻印的 但是还是很好 指不对 这个丁书的办法也不完全正确 但是问题不大 就是那里边的字还都清楚 所以他那个东西呢 我外婆从到这个中国书店去 他去修三本书 他修的三本书非常的贵重 这些很贵重的书 他得去把它交给这个中国书店 交给中国书店的中国书店 可以卖个很好的价钱 然后他也可以拿到一份一份钱 就是论见计筹的这种 这样他也 这是我们的生活 对不对 然后呢他也会在书店里头逛一逛 看看有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做我的教材 所以邵先生注意到的这一本 这一套古诗园四本东西呢 是我小学时候的 在家里的课本 这些现状书是可以这样 是直着念的 对不对 打开来卷在手上这样子 摇头晃脑的像这样子 背书一样这样 所以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 1956年这个 简体字出现的时候 我已经不但是能读能写 而且能断句诗古文 这样的一个过程呢 就使得这个简体字 没有能够占据我的这个 这个文字的这个地盘 在我的这个文字地盘里头 还是传统的汉字 也就是世界四大文明里边 只剩下的唯一的一种文字 今天还活着 而且生龙活骨 就是传统汉字 所以我留下了这个传统汉字 这是一个事情 再有一个就是 刚才李会长讲到2009年 我跟这个半碑 有一个很亲切的 很友好的很温暖的一个记忆 除了这个以外呢 还有一次 还有一次是2012年 2012年呢是我介绍这个 北京的这个中国现代文学馆的研究员 富光明先生 他来给这个作家协会和这个半碑一块办了一个讲座 那谈的是文学问题 谈的是文学家的事情 那么我在这呢 因为是因为他也等于是半碑的朋友了 对不对 他来过半碑 他现在是全世界唯一的一位 凭一己之力翻译莎士比亚 他不只是翻译 因为梁世秋先生也翻译过 但是梁世秋先生只翻译了那39部剧作 而富光明他不但是翻译这些剧本 而且呢 他写导读 这些导读都比剧本还要长 也就是说他每一本书 就出版的时候 每一个剧本出版的时候 是有十几万字 这十几万字里头就几万字是剧本 而有将近十万字是他的导读 他的导读把莎士比亚时代和今天的读者联系起来 他讲清楚了 为什么莎士比亚写那个剧本 而且有几个版本 这中间的过程是怎么样的 他有纵的分析 也有横的分析 富光明到今天为止 他已经翻译介绍写导读 一共有20部莎士比亚 大家要想一想 那是2012年 2012年 他是在我的书房里 跟我和博佐奇 我先生 Jeff 商量 他说我有没有资格翻译莎士比亚 我跟Jeff就跟他说 不是资格的问题 是你受得了吗 你这样没有别的事情 你一辈子你剩下的这些年 你大概就都泡在那个莎士比亚里边了 你再也做不了什么其他的事情 你受得了吗 你还上班呢 你的身体受得了受不了 你的精神受得了受得不了 这个梁世秋先生当时当年也是相当辛苦 对不对 而且他也是一个人 但是他只是翻译 现在你不但翻译 你还要做研究 你还要做介绍 你受得了吗 富光明很可爱 他说我还行 我慢跑 我每天慢跑 他跟那村上春树一样 每天慢跑 我说这好 这行 我说你不是资格的问题 你只要有这个力量 你愿意做 我们全力以赴帮你的忙 你有任何事情 我们可以帮忙的 我们就帮忙 其实我们没帮什么忙 最了不得的一件事情 就是他每一部写完 我会写一个推荐语 就是他每一部 他第一部是这个 Romeo and Judy Romeo and Judy 跟朱利亚这个故事 然后一步一步 他每一部出来 我都给他写一个推荐语 我看他那十几万字的东西 然后我给他写个几百个字的推荐语 那当然也得字字诸几了 可是我很高兴 因为他那个时候 就是2012年 就是在跟半杯活动之后 才下定决心 得到我们的支持 下定决心 要翻译莎士比亚 而今天他已经翻译了20部 而且他也离开了文学馆 他到了大学 去教英文的翻译 就是翻译这个本身 他实际上是一个 翻译本身是一个研究 与再创作的一个过程 所以他现在是在大学里教书 还是上班 还是要去上课 要教学生 然后每天就是跟莎士比亚 在那儿 在那儿 纠缠不清 成绩非常之大 所以他也是半杯的朋友 跟半杯的朋友 报告一声 我想在这里头 这就有一个 有一个东西 是我们可能应该注意到的 就是我们每个人的 学习的能力 有很多人 我想不知道自己 有多大的潜力 不知道自己能够学到 什么样的一个程度 你比方说 傅光明他并不是 并不是英文科班出身呀 对不对 他学的是国文 他那是中文的这个背景 但是世界上没有学不会的事情 我的情况比他糟糕 因为我32岁才开始学英文 但是我现在在写的艺术家传记 不但牵扯到英文 牵扯到拉丁文 德文 意大利文 法文 都有关系 能不能 我能不能在70岁的时候 能够继续在语言上 都能够继续 继续学习 能 这是绝对可以做得到的 就是我在这儿就特别想跟大家说的 就是你绝对不要低估 你个人学习的潜力 这个潜力 这个潜力是你有的时候是你无法想象的 而你当你能够做到的时候 你会得到极大的收获 所以这个学习这个东西 终身学习 这个这是一个特别特别重要的事情 我是在这儿就是跟大家贡献一点我自己的个人的看法 所以今天我们谈到的这个题目我本来也是在想了一想 我说我到底要怎么样说 这个退一步进两步 这个东西到底是在什么地方大家看见过 我想很多人都很熟悉列宁跟这个斯塔林的一些说法 他们常常说退一步进两步 他的那意思是什么 在跟敌人对阵的时候退一步 留下一点空间 然后反击过去 他用的那个他们那个东西的根源在哪里呢 还归根源在库兔索夫 库兔索夫是怎么样对付拿破了 他的办法就是这样 先往后退往后退 把这个战争的时间延长 延长到什么时候延长到俄罗斯的冬天 俄罗斯的冬天一来 拿破仑真的是受不了了 他的军队大片的死亡 他不得不离开俄罗斯 所以这个退一步进两步 是这个列宁跟斯塔林利用了这个 库兔索夫这位将军的 他的这个战略上面的一个说法 但是我的看法是什么 我的看法是中国文化的看法 退一步海阔天空 我们常常有人说 哎呀你们两人吵什么 退一步退一步各自退一步海阔天空 你们之间的矛盾也好 纠纷也好都可以解决 可是对我来讲 退一步海阔天空的意思是什么 就是你往后退一步的时候 你可以看得更远 也可以看得更高 而且那个时候你会知道 你自己到底在哪里 是不是这样 我们有的时候 在一个关键的时刻 我们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时候 那个时候你稍稍的退让一下 然后好好的看一下 你自己所在的位置 然后你再来做计划 你怎么样往前走 对我来讲 这个近两步是两个方向 一个方向是往前走 另外一个方向是往更远的过去走 从过去来看今天 然后从今天看明天 你这样的时候 你就会非常清楚 在天和地的之间 你究竟站在一个什么位置上 那么在这个位置上 你能不能做到最好 我们常常说 什么是英雄 英雄就是那个在天地之间 在自己的位置上 做到最好的那一个人 他不一定要有什么丰功伟绩 但是他把他自己的 最本分的事情做好了 这就非常之好 所以刚才有一位朋友 就在说到说 我这个对这个时间的这个观念 特别特别特别强 其实这个事情非常简单 你前边的三十年都被糟蹋掉了 你剩下还有多少时间呀 我刚刚回到美国的时候 我的身体状况非常非常之不好 医生说你喜欢吃什么就去吃一点 喜欢到哪里去玩就去玩一玩 你没有多少日子了 可是他说这个话 可是四十多年前 对不对 那是1978年 现在是2021年 我居然活到了75岁 而且好像还没有马上倒下去的意思 所以还可以继续前进 这个是一个这是这样的一个情形之下 你就会非常非常的珍惜时间 因为你知道时间是有限 非常非常有限 生命也是有限 非常非常有限 我们能不能在这个时间里 在这个短短的生命当中 能不能够多做一点事情 能不能留给这个世界更多的美丽 我有这么多的 刚才邵先生说到 就是说我有很多的故事 那么有关中国 有关挣扎出来 以后两种文化的 在这两种文化的激烈的冲撞当中 存活继续往前走 那么这样的东西 我写的有多少 第一个就是折射 折射写折射的时候的身体状况 并没有太好的恢复 所以那个时候写的非常急切 非常非常急切 大家看折射的时候都会看得到 因为那里面很多都是别人的故事 我就是那根线 把很多很多的珠子穿了起来 我那个时候写的时候都是一个片段 一个片段 一个片段 就开始的时候是我跟Jeff在谈 好像是我给他的1001 然后呢就是那个故事的主人 我们就出现了 然后 我为什么这样写 因为我不知道我什么时候会倒下去 任何时候倒下去了 这些东西都能独立的成片 他们还可以留下来 而那些人已经不在这个世界上 我有这个责任 把他们的故事告诉大家 折射是这样写出来的 所以但是没有想到的是 写完了折射以后 我还活得很不错 所以就结果就是继续往前推 那么像重叠的足迹 这些这些散文 那都跟中国这个当时的那个 这个时代49年到78年 这一段时间 这里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那么第二就是短篇小说 短篇小说实际上那个九篇短篇小说 放在这个长日将近我的北京故事里面的九篇短篇小说 这九篇短篇小说多半都是在北京的时候写 也就是1983年到86年 我们在驻北京的这个美国大使馆工作的期间 在那一段时间里都写下来 为什么是短篇小说 因为短篇小说一万多次 有的时候一天一天半我就写完了 马上又交外交友带就寄到台北联合报就可以就发表 所以这个短篇小说这个东西不能离开我 既不能放在外交公寓里 也不能带在什么地方 因为那个极不安全 大家都知道为什么 是吧 我们就不说了 所以这个 这种状况 就使得这一些短篇小说 都像那个火山喷法一样 极快 把它写出来 然后发表 那是什么时候 那是八十年代的事情 之后还有八九名运 八九名运之后呢 我又修改这些小说的时候 把八九名运的一些内容呢 也放进了 比方说老大夫 这篇小说里面 那么这些小说有一个最初的读者 这位读者是沈从文先生 我何其幸运 在83到86年这三年里 陪伴沈先生 我每个星期都去看他 这些小说写完了以后呢 我不太好意思麻烦沈伯伯 我说我写了小说 他说给我看 给我看 所以我给他看 他就坐在那看 他就坐在那看 我就看他一直把眼镜挪开来 擦他的泪水 他流泪 我也流泪 我们两个人就泪眼 心松的 就两个人四目相对 都是热泪长流 这个时候我就稿纸上滴滴答答的都是泪水 我把这些稿纸收起来 寄到台北去以前做复印的时候 有些模模糊糊糊的都是泪水造成的 那个时候我就知道这些小说是可以留下来的 因为沈伯伯这样伟大的小说家 他看了他在流泪 我也在流泪 因为小说是比历史在某种程度上是比历史更接近真实的 为什么 因为历史是胜利者写的 而小说是每一个小说作者自己写的 所以我把这些小说出版了一次 在廉津出版了一次 之后又改写修订 经过了二三十年的时间 最后在云尘落脚 题目叫做长日将今 为什么是长日将今 不是东方红太阳生吗 东方红太阳生 太阳还是会落下去的 那个长长的那一天还是会结束 黑夜还是会到来 所以题目叫做长日将今 我的北京故事 是我的北京故事 不是其他人的 事实上从北京走出来的人 从中国大陆走出来的人 不管从哪里走来的人 每个人都有无数的故事 都是最好的长篇小说 问题就在你能不能愿不愿 以及你想不想把它写出来 是这么个情形 我自己其实我并不是一个 从来没有想过 我会写小说 我去写小说 或者去写传记 写什么文灵艺术 什么这种东西 我从来没有想过 我会靠写作 或者说我把写作当作我生命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部分 根本没有 我小的时候 年轻的时候 念中学的时候 我是做梦都在想造船 造船 因为船 那个船是驶向大海的 我是坐船来的 我还希望坐船走 造船 可是人家不让我上学 不让我上学我就没办法了 对不对 所以下乡什么到新疆 然后回北京 在服装厂工作 那时候只有一个目的 就是走出去 回家 就变成这样 在新疆的时候的生活目的非常简单 活到明天 今天的日子过完了 活到明天 每一天都是活到明天 一定要这样 各位朋友 我必须要跟你们说一件实实在在的情形 新疆兵团 农三师 四十八团 五连 当年在新疆地南部地区的这一个连队里边的这几百个员工 到今天只剩我一个人了 都没有了 他们怎么会都没有了 有些人也到国外来了 但是早已疾病产生 早已疾病产生 有一个朋友 他从德州 那是五六年以前的事情 他的遗孀写了一封信给我 他说我先生一直在了解 这个五连的这些人 还有谁在 他一个一个的算 一个一个的算 他说算到现在 他说他要我告诉你 你是最后一个还在的人 他得癌症走 肺癌末期 所以在那样严酷的环境里头 就是像刚才会长讲的 我们是 我是那个仰望星空的人 我们在阴沟里 我们在地狱里 但是仰望星空 希望着有一天 不在这样的一个生活环境里边 继续挣扎 回到美国以后就忙 回到美国以后 当然非常之忙 因为那个时候 在整个的Washington DC 所有的机构都要知道 那时候的这个红色中国 到底什么样子 新疆什么样子 为什么塔什拉马干 打沙漠 无法控制 诸如此类 有无数的问题 我在外交学院教书 我在这个 National Geographic工作 我在很多机构忙忙 忙得不得了 那个时候就谈不到写作了 因为真的是太萌了 日益继夜 然后我还得K英文 因为我的英文是从零开始的 就是能抓多少就抓多少的 那种状况 82年 这个跟 结婚 忽然之间 就 一切都停下来了 因为我不可能再把 Jones Hopkins放在肩膀上 我也在Jones Hopkins教书 我也不能把外交学院放在肩膀上 我也不能继续在Washington DC 因为我必须跟着他东跑西跑 而且第一站是台北 在台北一年之后就要再到北京去 那个时候我外婆还健在 外婆八十几岁了 我们到北京的时候他八十三岁 我们走的时候八十六岁 老人家很平静的睡了一个午觉就离开了 他真的是 但是他非常开心 我们最后 他最后的三年 有我们在那 招呼他 他非常快乐 但是这个在华盛顿的期间 没有办法写 而当然是忙 也不想写 没有那个考虑 可是跟Jeff结婚以后 我得找一件事情来做 这件事情要成本很低 因为我必须跟着他在国外乱跑 不可能有一个办公室 所以又要成本很低 又要能够继续做 一直做到也不用退休 除了写作没有别的了吧 对不对 写作似乎就是这么一个事情 所以那个时候我就在想 啊 现在我可以开始写了 所以 短短续续的写折射 在北京的时间呢 折射只能放在保险箱里 大使馆的保险箱里 也没地方放 然后就写短篇小说 那么离开了北京之后 我们就是去联合国 在纽约 在纽约 在联合国工作的这两年里头 我的儿子在这个Pray School 联合国的这个学前学校 那么他每天在那三个小时 我就在那个等待室 他们有这个父母要在那等待 小朋友的不可以离开的 要到时候要把小孩子带走 我就用那三个小时写折射 那两年就大体上完成 然后纽约之后 回到华盛顿本部 我有四年的时间 所以这样的话 所以这个1989年 1988年离开纽约 1989年 折射就在台北的 又是文艺连载 90年就出了单行本 连载一年实际上还没有完 但是读者要求说 说这个要出书 所以我就出书了 所以所以1990年 出第一本书 今年是2021年 这是1990到现在是31年 31年我出53本书 有一点有点吓人啊 所以这个这个 有一点吓人 这个这个这个 为什么能够这样 就是时间 我时间抓得极紧 我从小就念那个 念那个 念那个古诗园 那个古诗园里头 这个 第一首诗就是 激壤歌 就是一位老人家 那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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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姚舜的时代 对不对 那是那个老人家 拍着这土唱歌 他唱什么呢 他说日出而作 日入而息 然后呢 早景而隐 耕田而食 地利于我 何有言 地利就是 帝王的 力量的力 所以你根本就 不问其他的事 你就老老实实的 守住你这 一亩三分地 对不对 好好的做事 你自然就有成果了 所以我的态度 基本上就是这样 现在开始的时候 说为什么写 是有点使命感 写折射 绝对是有使命感 后来呢 就觉得 这个世界这么大 有这么多 有意思的事情 所以散文写的 很多 散文写的 很多 很多 有各种各样的 新的思想 对我来讲 都是新的 对我来讲 是怎么讲 是从来没有听说过的 对不对 因为 从中国古代的 传统的东西 跟西方现代的东西 这中间 毕竟还是有 巨大的距离 是不是 尼采说 因为我们有艺术 所以我们 不会被现实压垮 这句话 我开始的时候 在想 因为有艺术 所以才不会被现实压垮 什么叫做有艺术 我真正接触西方艺术 不是当时 不是在华盛顿 因为华盛顿 我在华盛顿 太忙了 太忙了 我们有那么好的 National Gallery of Art 国家伊朗 我都没有太多时间去 我不知道 现在朋友们 有没有时间去 如果你能够 三个月去一次的话 那是很好 如果三个月不行 六个月 一年最少去一次 National Gallery Art 他们什么都有 他们不只有大文西 他们有非常非常丰富的产品 我写Limbrand的时候 甚至我们跟他们联络 可以去他们的研究室 看Limbrand的这个Itching 看他的这些时刻 你就戴着白手套 你跟他预约一个时间 也不用付费 什么都不用 你只要去 然后戴着白手套 他会带给你一些 然后他会问你 你想要看哪年到哪年的 他们会整理给你 然后一个一个白色的盒子 你把它打开来 戴着白手套 一张一张可以看 这个National Gallery of Art 真的是一个天堂 我也有时候需要找参考书的时候 我会去他们的东义 去他们的东义 如果我看不到书 我问工作人员 那些工作人员都是行家 他们会告诉我 我们这里有没有这本书 如果没有这本书的话 你可以在什么地方找得到 比方说我写Sachon的时候 我在他们那买到了 Sachon in Provence 就是Sachon在Provence 然后这个工作人员告诉我 还有一本重要的书 叫做Sachon and Paris 那本书是在卢森堡出版的 但是这个纽约的Stretch书店 一定有 你要去想办法弄到 所以我就弄到了 所以这个National Gallery of Art 是一个真正的金矿 所以我希望大家珍惜 我自己最最开始 被艺术整个抓住 让我哭了出来 那是在哪里 在纽约 在Metroportem 在大都会 不是什么 今天说起来 不是什么 什么 什么大家觉得是非常非常惊人的画作 就是Monet的睡帘而已 Monet的睡帘 我一走进那个厅室 那一天是正好 有别的人家里小朋友过生日 所以我们Andrew可以在 在小朋友 别的小朋友家 所以我就用那个时间 去离那个小朋友家很近的 Metroportem 我走进去了 完全没有看地图 什么都没有 就顺着就自自然然的走进了影响派 面前就是Monet 那一个展史 整个是Monet 而我面对的 就是那个巨大的睡帘 那个 池水里面的莲花 睡帘 我站在那拼命地控制我自己 不要哭出来 但是眼泪哗哗直流 工作人员 警卫先生是一位非常健美的黑人 非常漂亮 也非常的善解人意 他看看我 然后他就跟其他的客人摆摆手 然后他把两个进出的门都关起来 然后他递了一包那个小 那个面纸给我 我谢了他 他说了 只说了两个字 I understand 我就觉得我和那个 那位黑人 我不知道他的故事 我不知道他从哪里来 但是我觉得我跟他邻居里 他知道一个有故事的人 被Monet感动 什么东西真的那么感动我 就是那个美 美好 那么美好的睡帘 那是我没有看见过他 我的外婆从小在长在太湖边上 睡帘是他生活的一部分 但是他那个太湖后来变成了什么样子 我们大家都知道 对不对 那整个就完全不对 我从来没有看到过太湖边上的 太湖的睡帘 但是我在莫奈的画里头 看到了世界上最美的睡帘 几年以后 那是很多年以后 2008年我在巴黎 2011年 在巴黎 我在菊园 看到了整面环着 环着一个圆环的 Monet的睡帘 我到现在还没有写Monet 可是在我的心里头 他是那个第一个让我看到世界上最美好的东西的人 的艺术家 那个美是没有办法形容的 你是用你整个的心 你整个的人去感受的 从那以后 我就走访世界各地的博物馆 而在2006年 我去了阿姆斯特丹 2006年 2006年是非常重要的年 是Renbrand诞生四百周年 也是Saisang去世一百周年 我到了阿姆斯特丹 那个时候 Renbrand的夜巡正在修复当中 博物馆没有钱 博物馆的钱不够 博物馆的人没有办法了 就去跟女王说 荷兰女王 跟荷兰女王说 我们的钱不够 我们要赶在2006年 一定要把夜巡展出来 可是我们的钱不够 女王说 我的私房钱给你 你要多少 我给你多少 把Renbrand修复 当时博物馆也跟他说 我们可以送到巴黎去修复 荷兰女王说 不 Renbrand是我们的 是我们的花家 那个时候 2006年 距离我出版Renbrand传记 还整整十年呀 那个时候我绝对的没有想到 我有一天会去写艺术家 因为我写了那么多 跟中国有关系的东西 我写了那么多散文 写了文林艺术 写了很多的关于夏先生 夏之清先生 什么 许许多多 许许多多 但是我并没有想过 我会去写艺术家的转机 可是我知道 你才说的对 艺术 因为有艺术 所以我们不会被现实压垮 我们不会因为瘟疫 不会因为战争 不会因为政治运动 而摧毁我们自己 我们一定能够挺下去 为什么 因为我们有我们的先人 留下来的 给我们留下来的 最美好的东西 那是艺术 文学也是艺术 是文字的艺术 但是另外的视觉艺术 那是不一样的 它是马上就把你整 紧紧的包裹住 让你融化在里边 2006年我从阿姆斯特兰 回来了以后 我继续研究Renberg 所以2014年的时候 当台北的一个出版社的 编辑跟我说 他们为什么要跟我说 写艺术家传记呢 是因为在那之前 我为三民书局写过四本 给少年读者看的传记 Tuganev Torstai Johann Strauss Jr 那个Wolf大王 还有就是 Napolin 我写了四本传记 都是给少年读者 所以这位朋友 这位编辑朋友说 你能不能写艺术家的传记呀 我说能 为什么不能 想都没想 为什么我想都没想 因为我觉得世界上 没有什么东西是 不能够通过研究 通过学习去得到的 我一定可以 所以 他问我 他说那第一本 那我们先说第一本 我们写写看 第一本 我从来没有进过大学 我也更没有进过艺术史研究的一个课室或者是一个研究所什么东西 没有过 但是我马上就答应 我写Renbrough 为什么我要这么快 因为我爱Renbrough 我热爱这个艺术家 这是满心的热爱在那里 那样一个颠沛流离的那么一个潦倒的艺术家 那么但是他多么伟大 他在临终的时候 他说 他让他的女儿女婿 把圣经拿来 念雅各与天使搏斗的那一段 他们念完了 Rumbron说什么 天使说 雅各 你以后不要再叫雅各了 你跟天使搏斗 你赢了 所以你叫伊色列 Rumbron说 雅各跟天使搏斗 雅各胜了 雅各你不必再叫雅各了 你叫Rumbron 这是多么伟大的一种精神 你跟人斗 你赢了 你跟神斗 你还赢了 你是伟大的Rumbron 我是这样去看Rumbron 我站在他的年轻时代的画像前 那个画像上面说 我400岁了吗 那一年我60岁 2006年我60岁 60岁的Teresa 跟400岁的Rumbron 在同一张照片上 我觉得我是那么样的了解他 我能够体会他的每一种心境 我能够体会他对Hendrich的爱 我这一切一切我觉得都是了如指掌 所以Rumbron写得很快 Rumbron写完了以后 2015年写的 2016年元月出版 出版马上就得奖 这时候这个编辑朋友又来找我 所以我就写了第二本赛商 我要跟大家报告的是 昨天我完成了大修 这一本赛商传记的这一个整个的工程 这一本赛商的传记是2016年8月出版的 但是从2016年到2021年 这中间的这一段时间里头 有大量的赛商的作品被发现 而且也有大量的 关于他的生活的更深入的东西发现 特别是2021年 在MOMA 在纽约的MOMA现代美术馆 有Saison Joy 那个Saison Joy 虽然是疫情当中 我们不管了 已经打过那个疫苗了 对不对 已经打过那两支疫苗了 纽约虽然是乱糟糟的 我们还是去了 从纽约回来 我就投身在上这一本书的修改 我为什么要修改它 我一定要把新的东西放进去 没有什么错 我的这本书里头并没有错 但是问题是可以更好 我希望能够留下来更好的一部东西 然后我可以交给出版社 我能不能活着看见那本书出版 那都不重要了 最重要的是我把它写完 我把它修好 昨天就是昨天 12号 我把它整个修完了 为什么我能用这个时间修完了呢 因为我7月份的时候就完成了Dura 就今年的这一本艺术家专辑已经写完了 你看我提前多少 我提前五个月写完了 写完了 我用这五个月的时间 我来修赛上 所以现在才11月13号 对不对 11月12号我修完了 我把赛上修完了 而且去年 又是在这疫情当中呢 也是先写了这个 这个El Griego 写完了以后 交给出版社以后呢 我就大修Rumber 因为Rumber 是不得了 就在最近这些年 有很多新的发现 大家知道不知道 有一个非常有钱的人叫Coughlin 他住在加州 他从六岁开始收Rumber 6岁 当然非常有钱 没错 但是他也真是热爱Rumber 所以他是 大概整个美国 甚至可能是全世界 私人收藏Rumber 最多的一位大收藏家 但是他很年轻 他并不太老 他收得极好 而且他的思想非常现代 他把所有的他的收藏数位化 那数位化之后 那我们就能够看得到了 对不对 而且他也出借Rumber 出版社 然后出版社去申请 申请可能还付一点钱购买这个版权 所以就可以放到书里去 所以我在修Rumber 的时候就把Coughlin收的最新的这个Rumber 作品 而且是Rumber 年轻时候的不到20岁的时候画的这个有意思的作品 把它放到书里去年我修了Rumber 今年修了赛商 明年我完 明年的工作是达文系 明年要写达文系传 写完了达文系传以后 我会修米克兰加罗 就把新的发现 新的各种资讯在房间书里头去完成 我已经讲了差不多一个钟头了吧 你可以讲到九点钟 然后我们就可以提问 我们可以讲一个半小时 我可以啊 那我这样讲 你们会不会觉得很累 不会不会 你接着讲吧 不会觉得很累 因为因为谈那么多的就是跟艺术有关系的 所以这个这个所以写作等于就是说 我在台北也有演讲 有演讲的时候 这个听众朋友们也说 说韩秀啊 韩秀老师 说你的这个 你的这工作室有多大呀 我就在想 他问的是我的书房 我说我有700平方英尺 他说你有多少人啊 我说就我一个人啊 他说写这种艺术家专记 人家都是大学教授 然后有很多学生帮忙 所以他有一个研究室的 你没有一个研究室吗 我说我没有 我说我就是去博物馆 我就是有买很多很多书 买非常多的书 然后从这非常多的书里头 去找到我要写的东西 也有朋友问 说已经有人写这些艺术家了 你为什么还要写呢 我说学者写艺术家 跟我这个文学人写艺术家 是不一样的 我说学者写艺术家 他们写的是从资料里边 整理出来的那个艺术家 我写的是一个活生生的 有血有肉的艺术家 这些学者是把500年前的人 拉到今天 用今天的政治和文化 来阐述他们的生平 我说我是回到500年前 我去跟那些艺术家 一块吃苦受罪 过艰难的日子 体会他们的喜怒哀乐 然后把它写在书里 让他成为我们的亲人 成为我们的朋友 成为我们的邻居 很多朋友说看你的艺术家传记 我们觉得我们好像可以随时 跟米开兰之罗聊一聊 我说那就对了 那就对了 米开兰之罗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人 我有一本短篇小说集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 叫做倘若时间乐于善待我 这个 这里边就有一点 特别 跟生死有关系 2017年 10月24号 在那前一天 2017年10月23号 米开兰之罗在台北进入印刷厂 10月24号 我的车子出事 我打保龄球 从保龄球场 这个保龄球场的这个外面 有一个深的排水溝 5米宽 10米深 几天的雨 那里边已经是水势汹汹 我开了一辆车 是一辆福特车 买新的一辆车 Fusion 我停在那个 这个整个停车场的中心 那个是水沟离我蛮远的 但是我在那个水沟的正上方 那个水沟 每一个都有栏杆 都有那个水泥的栏杆 只有中间的一大块 它没有栏杆 为什么没有栏杆呢 是因为水要下去 所以我就像平常一样 开开动 发动我的车子 发动我的车子 那个时候那个档 完全是在停破上 而且我还有那紧急停车呢 全部都在正常的位置 但是我的车子在移动 车子就往前走了 车子就往前走 它往哪里去 它往水沟去 而且是正好是那个下水的那个地方 我就想 动我的方向盘 这样的话 那个车子最少 它可以不对着那个水沟 不至于下去 对不对 我可以想办法停到什么地方 那个停车场上空空的就我一辆车 啊 方向盘不动 车子继续往前滑 继续往前滑 继续往前滑 最后的情形是怎么样 前面两个轮子已经完全在空中了 后面的 我旁边 后面的 我右后方的那个轮子 被什么东西挡住了 而我正后方的那个轮子呢 还在地上 所以这个车子有一半已经在水的上面 啊 我第一个念头就是我的时间到了 因为重力的关系 这个车子是一定会滑下去的 那有十米深 我还有救吗 而且这根本空空荡荡的球赛结束以后 工作人员都吃饭去了 我一个人都没有 我又是个 不习惯用手机的人 那种情形之下 我觉得我时间到了 可是我就又一想 昨天 米开探之路已经进印刷厂了 我的这些所有的专栏文章也已经都交给编辑部了 我没有什么需要挂心的了 我现在走了的话 了无遗憾 心里头就一松 一松以后 我就又一想 也许 这个车子现在虽然在继续倾斜当中 但是 如果我离开这个车子呢 那掉下去的只是车子而已 还不包括我 所以我可能还有救 所以我就把引进关掉 因为开车门之前 关引进是我的习惯 所以我就把引进关掉 车门打开 一看 那个车门底下就是水 那个时候我马上想到的就是 米开探之路在西斯汀 礼拜堂画穷顶的时候 他那个非常别扭的 把自己的身体弯成一把土耳其弓的那个姿势 我就想 嘿嘿 现在就是我需要那个姿势的时候 我必须把我的重心移到侧面 这样我才能够出得去 因为我的脚如果要站住的话 只能站在那个边缘上 那个边缘上只有一点点地方 所以我不管怎么样讲 我出去了 而且我还带走了我的小包 我的小包里头有一个非常非常老旧的手机 就是专门用来叫救命的那种手机 我就拨了这个AAA 那个拖车的那个地方 我就告诉他 告诉师傅我的状况是什么 但是在告诉师傅这个状况之前 那个有一个电话的声音在响的那个时间 你听得见吗 你们听不见了 听得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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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发现一个music hope 所以我不知道这是什么 好 那么 我就 我就在想 我说这个 出去了以后 我打电话的时候 打电话之前 这电话铃在响 在响 因为 AAA他们已经忙得不得了 对不对 所以我这电话铃在响 在响的时候 我就想到我一个小说 我的一篇小说 我那个时候就在想 哎呀 在路上 在路上 这个人生的路上 所以我就 就在打电话那个时候 我居然会为我的小说 选到了我最合适的书名 那个 那个片名 电话铃 终于有人接了 这位师傅非常客气 我就告诉他我的状况 他问我 他说你现在在哪里 我说我现在在停车场上 我站在那个停车场上 我脚底下是结实的 他说那我就放心了 他说我马上就到 这个马上有12分钟 这12分钟的时候 我就又在想我的小说 我就在想 跟我的小说 跟他的画 这中间的很多东西 所以我12分钟里头 我这12分钟极为充实 师傅来了 他就告诉我 他说你不是只在开车 他说你同时也在开一台电脑 他电脑闹脾气的时候 就会发生这种事情 他说以后你要记得 他说这个 如果发生这种事情 第一件事情就是关银金 关了引进以后 你等个三五分钟 再开的时候 一切都不可能恢复正常 他说你把车钥匙给我 所以我就把车钥匙给他 然后他就用他的大设备 把我的车很平稳的 放到了停车场上 然后他就坐进去 他在停车场上转了好几圈 他说一切都正常 然后他问我 他说你有没有勇气 把这个车开回家 或者开到这个 这个修车厂去 这个做一个体检 我说没问题 您能开我也能开 所以我就把车开回家 那一次 那是离那个生死之交 那是极尽的一次 2017年 但是我觉得 我觉得 所以这本书叫做 倘若时间乐意 善待我 就是再给我一点时间的话 我会做更多 我努力做 做得更好 跟大家说的是 车子我开回家了 也开去了修车厂 那福特汽车公司 就给我换了 那个整个汽车的电脑城市 他说是电脑城市的问题 现在这个车子很乖 很好 没有问题 请大家放心 所以 Michelangelo 不只是用他的画 用他的雕塑 在感动我 我觉得 我们之间这500年 是一个 是一个零 是一个非常 非常小的东西 我们 我跟他之间没有距离 跟Raphael 跟Caravacho 跟Sazam 我 我常常写Email给Sazam 大家一定会笑 说 你是不会收到回信的 我还会写回信回来 再写给我自己 我觉得我可以和他谈 我可以告诉他很多事情 他也可以告诉我很多事情 这一切的一切 都变成书写 书写艺术家传记的一个基本点 我还有十分钟 所以我想 我想在这里头 跟大家谈的 除了这些以外 就是 我们对艺术 对文学的热爱和理解 是不是 永远能够行得通 这不一定的 这不一定的 比方说Caravacho 比方说Caravacho 是巴洛克艺术的发 等于他是一个发动者 他并不知道 但是变形 圆 他不用圆 他不用正方形 他不用这个 他用的是巨形 椭圆 这个巴洛克 本身是从 葡萄牙文来 就是变形珍珠的意思 每一个都不一样 文艺复兴之后的 绞世主义 只活了极短的时间 但是巴洛克 巴洛克艺术就大放光彩 而这个提使者 正是Caravacho Caravacho去世的时候 1610年 那个时候 Renbrand才只有四岁 但是我觉得Caravacho 在临终之前 他都把他的光芒 投向北方 让Renbrand能够感受到 光明与黑暗之间的 这个巨大的区别 因为后来就是Renbrand 成为真正的伟大的 这个光影艺术家 他们之间的这种延续 也发生在其他的艺术家身上 但是Caravacho是在 生前和身后几百年 都被诋毁 被诽谤 说他是杀人犯 说他是这个那个那个 我曾经在Tosca里 参加过一个一场辩论 在那一场辩论里头 美国的英国的其他一些国家的 所谓艺术史家 对Caravacho都不是这么敬重 可是意大利的 当时是在一个教堂里面 意大利教堂里面的神父 和其他的修士 还有那些修女 他们都是真正热爱Caravacho 而且真正研究Caravacho的人 所以他们提出了很多很多的 不同的主张 这些后来也变成我的小说 在这个倘若时间 乐意善待我当中 有一个叫姐妹陶 写一个艺术 一个女性艺术史家 她怎么样穿梭在 从文西到 到Siena到罗马 这整个的 这种意大利文艺复兴 这个中间地带 她怎么样去探究 探究很多 这个特别是关于Caravacho 所以我就觉得 在我的世界里头 艺术跟文学 他们已经密不可分 我就是 还是那句老话 就是我就希望时间 能够善待我 让我能够多写一点 能够写得更好一点 能够把最好最美的 东西留给华文读者 但是这是我希望 能够做得到的 我想我的时间 大概是差不了太多了 我想我说了这么多 各式各样的看法 也许大家会有些 会有比较多一点的问题 我们把时间 留给问题的朋友 可不可以 好 我们谢谢韩秀老师 精彩的分享 他的精神世界非常丰富 神教古人 神教艺术 我们都看到了 那么下面呢 我们就开放给大家听众来提问 那么在提问之前呢 我先提简单提一下 如果大家 对韩秀老师 以前的这个人生经历 不是太了解的话 我就推荐你们 就看这两本书 一本就是 《亚国豪的返航》 我不知道你们能不能看见 原名叫折射 看不太清楚是吧 另外一本呢 就是他写的 就是这个多余的人 大家这样看完这两本书呢 我想大家对韩秀老师的 这个以前的人生经历呢 就会有一个比较 比较全面的一个了解 那么要提问的呢 请大家写到 发到那个chart里头 我现在已经看到了 李斌提了一个问题 他说您的艺术家 传记系列 多为一些古典艺术名家 您是否对古典艺术 情有独钟 能否请你谈谈 对现代艺术 及其艺术家的看法 我要跟大家特别 报告的就是 我不是不爱现代艺术家 而是现代艺术家的图档 特别难以取得 因为他们的 离得我们比较近 赛上就已经很难了 赛上非常难 在费城有一个 Bondness Foundation 他们从来不出版图路 为什么不出版图路 因为他说 他们希望人到费城来 到Bondness来 来亲眼看 所以他们连图路都不出 他们最新的一本图路 是什么时候出版的 今年 2021年才出版 可是Bondness 他们开始收 开始收 赛上的话是 1907年就开始了 所以大家想想看 他们有收藏 但是他们觉得 那是他们的收藏 所以你不能够用 那么像我们 National Gallery of Art 他们开放了 4500多副重要作品 都是古典艺术 而不是现代艺术 因为现代艺术 牵涉到的版权 牵涉到的 这种种的规定 非常严格 所以你把它 你比方说 你要写一本 写一本传记 关于某一位现代艺术家 你得先把计划书 提出来 然后你得 根据这个计划书 你才能够去 设法取得图档 而这个设法取得图档 本身就是极复杂的 一个程序 我没有那个时间 所以我很乐意去看 这些现代艺术 但是我觉得 去写传记什么 这些事情 交给别人去做 因为专业人士 他们比较容易 他们比较容易 可以取得 比方说他们在博物馆工作 专业人士 还有一些是艺术史家 他们也比较有机会 像我这样一个 一个文学人 机会就 我这个时间不得了 因为你要取得这些的事 你不知道你可以用什么 你不知道 你不可以用什么 这太复杂了 所以我宁可 我宁可跑500年的距离 比较 对我来讲 比较有可能性 好的 那我在看 在等其他 这个读者提问的时候 我就先问一个问题 司马迁有句名言 他就说 文王之遇 也周易 众名二座春秋 吃元放逐 乃富离烧 他就想举意来说明 一个人所经历的苦难 对他的文学成就 有很高的 他的文学成就 有很 这个正相关的关系 那么这一点呢 我不是完全认同 我看你的书 我就有个 我就印象很深 你书里的有句话 就是说写作 特别写你过去的 这个历史 就像是林词一样 对吧 所以我不是太认同 这个观点 所以我才想请你 等等 你怎么看待 这个人生的苦难 和文学创作的 这个关系 首先 人活在这个世界上 不是为了受苦而来的 这苦难都不是人本身 愿意有的 这是强加于这些人的 对不对 战争 瘟疫 运动 这些各式各样的 各式各样的 各式各样的不幸 实际上人已经很可怜 生老病死 本身就是痛苦 就有很多痛苦 然后再加上去 再加上去苦难 这个受难这个事情 上帝把他的儿子 献给我们 让他真正受难 为我们受难 可是我们也在受难 有很多的伤口 是永远不会愈合的 你怎么说呢 这个人生的这个社会 也好 都在增加这个苦难 不是在减少苦难 你像今天忽然看到一个消息 说是有100 维尔吉尼亚州 有100多个小孩子 错打了这个疫苗 打的是成人的疫苗 怎么会错打疫苗呢 如果我是那个错打疫苗的 那个孩子的母亲 我现在怎么受得了啊 我怎么知道 那个东西在我儿子或者女儿的身体里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 这不是 这如果真的发生了不幸的话 这谁受得了 没有人受得了 这也就是为什么 你像新疆 你像文革 文革当然是有一个是政府也不愿意人家说什么 这是一回事 可是出来了的人 写文革 写新疆的人 写新疆的人大概只有我一个 写文革的还有些人 可是也还是不是很多 有很多事情 一想到都受不了了 你还要去写吗 这个有人说 说是这个是苦难的时代 就会出现什么好作家 为什么一定要有这个苦难的时代呢 我常常就觉得是这个是怎么回事 对不对 我当时想的是什么 我觉得那些人死得好冤枉啊 死得好冤枉啊 可是没有人知道他们 没有人知道他们经过了什么 我那个时候是我写折射 也就是现在那本雅国号的版 也是因为也是再版了很多很多次以后 又改了书名啊 这样子 不要说是写 你知道 多余的人 那一天邵先生 在这个活动当中 他在这个电讯当中就说到这个股诗源 我马上就想到因为股诗源是在这个外婆的故事 我晚上的时候我就坐在桌前看我的外婆的故事 我的外婆的故事是我自己写的呀 可是我在看的时候 我根本受不了 那是我自己写的东西 那不是别人写的 我就想到我外婆那双已经被麻绳捆过 她被吊打过 那个变了形的手 那十个手指头就在我那个 我觉得就在书上晃 我一颗心碎成一万片 你怎么样要一个人 再去写 我能再写一次多余的人吗 我想我绝对不敢 我绝对没有那个力量 我写了一次 我自己去读的时候 我都心碎不已 所以少先生是对的 说这种话的人 多半都是没有怎么吃过苦的人 他才会这么说 真正经受过大苦难的人 不会觉得把那个苦难写出来 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是一件可以得到名得到利的事情 不是那么回事 完全不是那么回事 但是你得把你的一颗心碎成千万片 以后再把它拾回来 你才能够一个字一个字一个字 带着血带着泪 把它写出来 这是极大的痛苦 不是一般人能忍受的 这是我的看法 我不知道 我完全赞同 我完全赞同你的观点 我完全赞同你的观点 我们就是看底下的问题 有两个小问题 是问你的 你的书在哪能借到或者买到 还有一个问题 你的书都是要中文写的吗 还是有中文的 英文的 英文的有两本 一本是折射的英文版 Reflection 在Amazon你就可以买得到 现在可能买不到纸本书了 因为纸本书已经绝版 他们要200多块钱一本可能 但是有ebook 所以那一本有 多余的人 多余的人的英文翻译 是我先生跟一位在HOW的 一位学人 他们的合作 那个学人 他是从台湾来的 所以他对大陆的很多事情 不太了解 那么这样的话 所以我先生 他是我的学生 一般来讲 他的中文绝对够 而且他还有另外一个好处 就是 他是一个对中国 有很多研究的人 他是外交官 他是对中国 有很多研究的 但是他还是有很多东西不懂 所以我就要讲给他听 从头开始讲 那个词汇是怎么来的 原原本本 所以这一本英文版的 多余的人 比中文版的 多余的人 更详尽 一般的英文读者 都能够看懂 能够了解 那个事情到底是什么事情 和是怎么发生的 像诸苏边境的 什么这些事情 那很多人都连听都没听说过 所以 所以 这本书是相当详尽 那么这两本 都可以在Amazon买得到 那么还有我的中文书呢 我的中文书 在台北有一个 台北有一个网络书店 叫做伯克来 博士的博客人的客 来往的来 博客来 博客来网络书店 那么在网络书店 你就Google 博客来网络书店 然后中文书 然后你就 作者的名字 你就含秀 我很多书都在他们那有 而且他们都是运送海外 没问题的 这个买书不试试 好的 我刚刚就是 刚刚再补充一点 你看看你刚刚讲到 就前面前面讲的 这个苦难和成就的时候 我就 我就以前跟伯妹朋友 也分享了一个 我自己个人的观点 我就看到余英诗先生 我非常敬重余英诗先生 但是他给欧宁坤 那个书 《一滴泪》写的那个序言里头 当中用了造诣的两句诗 他说国家不信 私人性 引到创商 私变功 我当时就感觉就非常的不好 我就觉得余先生这句话 有点轻飘飘的 当然不能完全干到 他想象不出来那种苦难 所以这个观点 我非常赞同你的这个观点 那好 那我们就现在接着问题 立川问了一个问题 他说您问到了 沈从文先生 那么 根据现在的一些报道 沈从文追张兆和的时候 非常辛苦 但听说他们两人 后来的关系并不好 从您的近距离接触 他们两个人的真实关系如何 这是一个非常 又要接触到这个非常痛苦的 实在的情形 沈先生有没有必要在1948年以后留在中国 他知道 他知道48年甚至更早一点 这个左翼文人已经在围剿 这个自由的知识分子 他知道他留在中国 他就只能够不再进行文学创作 但是 沈夫人 觉得有两个孩子 这个两个孩子要在国内接受教育 沈先生 曾经自杀 他有过这样 悲痛的 这个崩溃的 这样的一个过程 但是 一个差不多死过了的人 当他活过来的时候 他是另外一个神 他是另外一种生命 那个生命更顽强 所以他进入 这个古代服饰研究 沈先生是一个放在哪里都可以成为大家的 这样的一个 非常有才华的人 所以在我生的这个后边的书架上 三十几卷的沈从文全集 几千万字 其中有四百万字 是他四九年以后写 而且没有任何出版机会的东西 现在的作家一个人一辈子 有没有写四百万字都很难说呀 对不对 可是沈先生 他写了 写了就藏在抽屉里 就是这样子 就是这样子 他的夫人是一个 怎么讲 党指挥到哪里就走到哪里的这个人 他并没有一条心说是 我要政治上怎么样 不是 他就是为了安全 为了家庭的安全 这个我们大家都懂 从大陆出来的人都懂 但是沈伯伯不是一个为了安全 为了就可以把自由 把自由的思想 独立的人格都丢到垃圾桶里去的人 他不能 他不能 所以这个这里头 沈夫人是全心全意的照顾着沈伯伯 这个我赵和宜 我必须这样说 但是沈伯伯他还是有他的自主 自主心 大家都知道沈先生的兄弟是被枪杀的 他是抗日名将 结果是死在这个湖南的这个河滩上 被50年的时候被枪杀 枪杀了以后 这个当然就是他们是现后来就是到了 到了我们在北京的时候那是80年代了 就给他平反了 平反那个时候的平反是这个样子的 早先误杀的人有500块的人民币的这个赔偿费 那是80年代了 沈先生对这个事情人家给他这个 平反赔偿什么这些事情 他一言不发 一条命啊 而且是一位抗日名将 就这么糊里糊涂的就误杀了 因为他是国军将领 所以就就就就就就就这么死掉了 他领养了这个 弟弟的儿子女儿 这个这个 沈伯伯领养了女儿 那文革的时候因为那女儿 没有北京的户口 然后又又被遣送回乡 遣送回乡在路边 织毛衣给人织毛衣来维生 就这样 虚多多的事情 对于这些事情 沈伯伯用顽强的沉默来对抗 黄永玉是他的侄子表直 他写过这个 一篇文章叫做那些 忧郁的碎削 需要学学小事情 他就写了真实的沈伯伯 可是真实的沈伯伯跟赵和仪 那个要为了顾全家庭 而这个就就委屈求全的那个 那个态度 他们之间的问题 矛盾就在那里 并没有别 沈 distribution 沈伯仁是全心全意的照顾着 照顾着沈 沈先生 没错 但是在思想的深处 他们在不同的高度上 这是我的观察 好的 我们继续到下一个问题 下一个问题是 您有没有计划写梵高 梵高是一个在心理上 很难理解的画家 可能很有意思 Van Gogh实际上跟赛上是同时代的人 Van Gogh比赛上年轻一点 Van Gogh很早就看到赛上的画 精为天人 但是Van Gogh跟赛上也有共同点 Van Gogh是在活着的时候 连一张画都没卖掉的 虽然他的兄弟是画伤 兄弟用了所有的办法 去推他的画也没有成功 但是Van Gogh是在去世之后 才获得肯定 赛上是56岁的时候才开第一次画展 他的画也一直被巴黎沙龙拒绝 他是遇到了很好的画商 尤其是国外的画商 比利时 柏林 这些地方 布鲁塞尔 柏林 所以甚至英国 甚至俄罗斯 Van Gogh是一直在生前没有看到他的成功 他自己的成功 我喜欢感动 非常喜欢他 我在 我去法国 去布洛邦斯是2017年 去布洛邦斯 去布洛邦斯在一个小镇 这个Van Gogh是在那儿画了那个诗集 那個小鎮都在講他們有這個古羅馬的 仿造古羅馬的這個經濟場 他們有這個有那個 只是在路邊極不顯眼的地方有一個小牌子 說Van Gogh在這兒寫聲 畫了那張著名的當地的風景畫 商業社會面對的是俗人 所以哪怕是像弗羅旺斯這樣的地方 還是不知道珍惜 賽上的家鄉X 弗羅旺斯X是最對不起賽上 在全世界最對不起賽上的地方 Van Gogh實際上是在他的真正的故鄉 在荷蘭受到真正的尊敬 在巴黎有一個Van Gogh的美術館 可是我覺得他們的研究也翻翻 我想Van Gogh如果他的圖擋比較不那麼困難的話 我會嘗試 Van Gogh是那麼樣善良的一個人 我有他跟他兄弟他們之間通信有三大份 每次看這些信的時候 我也是非常心碎 非常心碎 人們這麼樣的不理解他 現在也是一樣 現在還是很多人不能捨身處地的替別人著想 對不對 所以我們可以了解 那麼我自己呢 我因為 因為我 這個文藝復興三節只剩了達文西 文西我是去過的 我在2008年去了文西 所以我 我還有就是現在這個 這達文西的所有的作品 基本上都已經開放 不是一個問題 這是一個方面 那麼還有就是我沒有寫過英國的藝術家 所以我想寫Tona Tona大概是英國 整個英國大概到現在為止還是最好的 所以我可能 我2022年寫達文西 2023年寫Tona 如果寫了Tona以後 我還有力氣 因為寫作這個東西 是體力勞動 你得有相當的體力 還有就是你得有好的記性 我每天玩速度 我是很高端的速度玩家 所以我希望速度可以幫助我 保持這個記憶力 因為寫作你必須有非常非常好的記憶力 否則的話你根本不知道你來做什麼 所以我只要有體力有記憶力 Van Gogh一定會在我的名單上 好的下面是陳剛問的一個問題 他說韓修老師 您喜歡的美國藝術博物館是哪些 哦天哪 大都會這是沒有話講 還有我們華盛頓就不得了 我們華盛頓有Philip Philip Collection 大家知道不知道 知道 離白宮不太遠 這是你一定要看的 對不對 一定要去的 The National Gallery of Art 這是非常非常重要 紐約有一大堆 有一個地方大家一定要去 Morgan Library and Museum in New York Morgan就是J.P. Morgan 他的藏書是 而且 一到他的那個 一腳進去 他有小小咖啡廳 他有那個napkins 從達文西、米開朗朱羅、Raphael 這所有所有的人的名字 都在那張napkins上 他後面有一行小字 說這個張紙上的名單上面的 這個名單上面的這些藝術家 都有藏品在我們Morgan 多偉大的地方 要去 如果你能成為會員就更好了 你比方說這疫情當中 因為我們是會員 我是很多年的會員 20多年的會員 所以他都會寄這個 這個email來告訴你他的 他的一些展品 特別開放給我們看什麼的 你不能去的時候 能去的時候 你是會員 你就提前走進去 我也是大都會的 大都會的會員 我也是MOMA的會員 要成為會員 那波士頓 那是 那是 極好的museum 芭爾地摩也有 藝術博物館 這些 離我們都不遠 尤其是華盛頓這個 真好 真好 好的不得了 所以一定要去 在加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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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然是 值得看 芝加哥 Institute of Art 都值得看 非常 BON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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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好 藏品質豐富 美國是年輕的國家 可是美國也是個有錢的國家 所以這個出手也是很俐落 所以這個大藝術家的東西 還是收得很不錯的 要去 要去 這個博物館 這個東西 你只要Google一下 都在那 都在那 而且這個疫情 疫情也沒有妨礙我 我就是 能去的時候 我就 只要他開門 我就衝進去了 下面的李斌有一句話 他說我也有過 被美感感動而泣的經歷 上個月就頒覆 要拿到的頒覆 清晨的 也讓我哭了 所以 恭喜韓老師 你現在有個 知音了 在半輩 真好 真好 下面一個問題是 請問韓老師 照您剛才所說 那麼寫回憶錄的人 會不會因為受情緒壓力的影響 而患上憂鬱症呢 有什麼方法可以防止 自動情況的發生 謝謝 把回憶錄這個東西啊 講老實話 寫回憶錄的人 都是在寫希望人家看的那些事情 而不是在寫所有的事情 而不是在寫所有的事情 所以我們看任何人的回憶錄的時候 我們都不要覺得我們知道所有的了 完全不是這麼回事 因為很多人的 有人也問我說 你怎麼不寫回憶錄 我說我為什麼要寫回憶錄 我那個該寫的都寫了 對不對 能寫的都寫了 實際上是能寫的都寫了 還有很多不能寫的呀 不能寫的就 就只好不寫了 是不是 你 所以這個 這個 中間這個 這個 這個回憶錄這個東西啊 基本上是陷阱 你一掉進去啊 你要是真的說是我真的面對我自己 把能寫的也寫 不能寫的也寫 那個也蠻可怕的 有人說到憂鬱症 我從來沒有憂鬱症 是因為我 我常常掃葉子啊 蟬血啊 什麼的 你面對自然 你不太容易得憂鬱症 看樹葉什麼 那些都不太 那 憂鬱症常常都是 往裡邊走 他 他才會 會有這個憂鬱症 你寫回憶錄 你比方說余英是回憶錄 他就有 牽涉到很多很多人 實際上是對談路 而變成回憶錄 所以那就更有局限性了 對不對 全看的問題問的是什麼 回答是什麼 所以這個中間 他就 他必定有寫 你想 你想 沈伯伯這些人 他們會寫回憶錄嗎 絕對不會 因為太多不能寫的東西 所以他就不會去寫 所以寫回憶錄的時候 你真的要想清楚 你到底要告訴人什麼 你那個時候 那個時候你就能 你必須要寫作 不只是感性 寫作的感性和理性 幾乎是50% 你一定要有理性的東西 你不能夠只有感性的東西 所以這個這個 當理性的東西進入的時候 就不太容易有猶豫症 還有一個好幫手是數學 數學 我很累 心裡很痛 腦袋裡頭一塌糊塗 亂七八糟的時候 我做微積分 微積分讓我進入一個 純淨的世界 我就不那麼痛 不那麼受不了 不那麼覺得我可不可以一頭撞死 不會 數學 很多 我在作家協會裡頭 跟大家說說數學 是一個美麗的世界 熱愛數學 常常和數學打交道 你會很健康 整個精神狀態會比較健康 他們都說 數學可怕極了 我老是不及格 從來都不行 什麼連那個 連那個三角帶樹 都弄不成 哪裡還有什麼什麼 危機分 不行了 我就 我就在心裡想 你永遠不會成為一個真正的好的作家 一個作家怎麼可以拒絕數學 我覺得太奇怪 我是覺得 數學可以讓人遠離憂鬱症 我說這個話 不是從心理醫生的角度說 我是從我個人經驗 你像我們這樣的人 有那麼多不能說的東西 壓在心裡的話 遲遲早早就會變成癌 對不對 但是 數學 永遠會讓我看到 一個美麗的解答 讓我看到希望 所以這個是很微妙的 這個我第一次聽說這個數學 我們這個 有一個前任生長強力 他就是數學家 這樣的話 我們以後如果得了憂鬱症 我們就找他了 怪不得他這麼健康了 原來還有這個關係在裡頭 數學 數學非常理性 數學非常邏輯 對不對 對不對 這個憂鬱正好是反邏輯的 是不是 憂鬱一定反邏輯 對不對 一定跟著擰在一塊兒 糾纏不清 但是數學是非常清朗的 你3.14159265 不管怎麼樣子延續下去 他還是清清楚楚的 對不對 他不會搞錯 所以你這個 你熱愛數學 是一個文學人 必須有的修養 這是我的感覺 很多人根本 根本受不了我說這話 有道理 有道理 我們下次就找強力了 講數學家我們找 對 請數學家來談談心理建設 對對對 太好了 太好了 對 好 下面是一個 它是一個common的 也是個問題 是common 說韓秀老師 你曾經的經歷 讓人唏嘘不已 那是我們晚輩 無法感同身受的 那麼請問您對您 曾經的苦難 現在是什麼樣的心境 你會選擇原諒嗎 謝謝你的分享 被你深深的感動了 沒有辦法原諒 沒有辦法原諒了 對不對 你怎麼原諒啊 你這個30多年就這麼被糟蹋掉了 你的健康就這麼樣被毀掉了 我最近這40年很成功 寫東西很成功 可是疼痛不離身啊 沒有一天能夠不痛 就是身體的痛啊 膝蓋也痛 背也痛 肩膀也痛 哪都痛 是永遠在痛 那個痛是哪來的 痛是前30年來的 對不對 你這個東西都在提醒你 你的疼痛就在提醒你 你就在想 我就在想 我們在新疆砍樹 那一棵樹不知道有多重 那是要把它扛出去的 那人一個血肉之軀 又如何能夠能夠經受得起 對不對 自然而然它就一塌糊塗 而且我還有先天的脊椎裂 然後我又做了這麼多的苦工 你說說看 它這個疼痛這個東西 它就如影隨形 所以我寫過一篇文章 叫做與疼痛共度餘生 你只好跟它一塊過日子 你這是沒別的辦法 2012年我做開盧手術 是因為嚴重的神經痛 整整十年 我的神經科醫生跟我說 Teresa我再也沒有藥可以用了 你現在用的都是那個 癌症末期病人用的藥 你只剩了一條路走 就是手術 我的手術醫生 Dr. Wright說 你所有的數據都是正常 但是你絕對有問題在這個頭裡邊 那麼我只有打開來看 你覺得怎麼樣 我說行 我的家庭醫生說 我不能給你簽字 像你的這種狀況 你在手術台上一定會去死 會死掉 因為你根本受不了那種 那麼長時間的麻醉 你不可能活下來 我不能給你簽字 我說醫生啊 我是痛死好呢 還是死在手術台上比較人道 那醫生在手術之前兩個小時才給我簽字 做了手術 頭打開 在這把骨頭挪開 頭打開 那個從心臟向腦部輸血的大血管 和那個腦部最大的那個神經節粘連 為什麼會粘連 就是像現在橄欖球運動員一樣 頭部撞擊 然後幾十年以後 這個血管和神經節慢慢的粘連 等到他們粘連在一起以後 疼痛 就是讓你痛不欲生的那種痛 非做手術不可 就打開來 那醫生就說 你出過車 二十歲的時候出過車禍嗎 我說二十歲的時候我沒有車 沒有車禍 他說你的腦袋怎麼會被什麼東西撞過嗎 我說有槍托 民兵的槍托 因為大批判 他們在台上把人活活打死 我不能看 我拿著板凳我就要走 我那旁邊坐著是我的石友 那石友就說 你要走了我可不管你 我可不給你留位子 他這一說 後邊的民兵就聽到了 聽到了就衝過來 一槍托就打在我頭上 人當時就倒下去 然後他們就把我拖到隔壁灘上 就丟出去 三天以後我醒過來 沙漠 我對沙漠的感情很深 沙漠的沙子就埋到我的頸部 所以我還能呼吸 所以沒有整個被沙子埋掉 三天以後我是爬回我那個宿舍 衛生員說我什麼都沒有 我只有紅藥水 我只能給你的頭上亂七八糟流血 我要給你嚐嚐嚐嚐 21歲那一年 果不其然 40年以後 就是這個嚴重的沾簾 然後神經痛 醫生說 那槍托砸了你幾下啊 我說我怎麼知道 一下還不就差不多了 我說他後來繼續了沒有 我怎麼知道 我根本不知道 那醫生說那個沾簾非常嚴重 他結果就是用那個太空材料 把血管和神經階分開 所以我現在去飛機場的時候 那個安全系統會嗶嗶一叫 因為I'm not organic anymore 就是有著金屬在頭部 安全人員會問 會看我 我就跟他說 我說我做過頭部手術 他說請請請 你別倒在這兒就行了 意思是這樣 就是 這不都是 你怎麼樣去原諒 我真的不懂了 對不對 你說是不是 就是不斷地他在提醒你 他不斷地提醒你 我的膝蓋現在是每六個月打針一次 就是一次每次 每一次一個禮拜打一針 下一個禮拜再打一針 這是一種新的藥 就讓你的膝蓋還能繼續工作 這樣子 我每六個月要去做三次注射 這樣 這都是 這都是 過往留下來的 這個深刻的痕跡 而且不會癒合的 好我們下面還有幾個問題 這個 分老師分大明先生 說的 您寫了這麼多成功的自傳體作品 不就是因為您有苦難的經歷嗎 難道這其中沒有因果關係嗎 當然有啊 當然有 如果我沒有經過的話 我也寫不出來對不對 但是並不能說是 這就是財富 所以才會有成就 這不是這麼回事 這就是說我因為有這些經歷 所以我能告訴人 但是我能告訴人 並不等於說是 我這些經歷在我的心裡頭就不再 不再產生痛苦 這是兩碼事 情感和你把它寫出來 是兩回事 你寫出來了以後 你看我自己看著 我還是會 手還是會抖 眼淚還是會掉下來 因為我等於再經受一次 就是 剛才邵先生說的 這個 就跟林池是一樣的 這是一次一次的 這個不是說 你有傷口在傷口上撒鹽 不是這麼回事 那等於是你再一次 而且刻骨鳴心 所以 也有因果關係 當然有 因為有這個 所以才會告訴人 對我來講 就是 就是這麼回事 好的 下一個問題 他說 What do you think of 這個人的名字 不是說 technical 就是一丟人嗎 是這個人嗎 這人嗎 是這個人嗎 山加那個iner 有 produk 这个问题是我问的 这是一个意大利的画家 他也是跟赛尚还有毕加索 基本上在同一个时代的画家 你的问题是什么 我的问题就是说 您对这个画家的看法 和他的这个作品的看法是什么样 Yeah, I know Gianni, yes 他不只是绘画 他也有雕塑 他还有其他的 他们不是 他是意大利的 对,没错 但是皮卡索 实际上皮卡索比赛上晚 Glianni也比赛上晚一点 或者早一点 在纽约 你有专门的 他的一个典藏 是犹太人的 所以你在那个犹太教堂 你可以找到 关于他的作品的典藏 所以你可以看 Glianni他的形象 非常不同 和他非常独特 他是跟别的画家的 他的画是你离着老远一眼 就看得出来是他的 他是这样的一个艺术家 他的线条也非常特别 尤其是人物 这是他的特色 至于我没有很深入的研究 他的作品 我有一个好朋友 是他的粉丝 非常非常喜欢Glianni 可是我喜欢的艺术家里头 他排的比较远一点 对不起 下面一个问题 还是分工的一个问题 他说音乐能代替数学吗 我想他指的是音乐能代替数学 来治疗忧郁症或者排解吗 音乐能不能代替数学 音乐本身也是数学 大家想过没有 没有看过 你没有想到 他为什么是几分音符 你没有想到那些音符 本身他也是数学吗 音乐本身也是数学 这问你的数学家朋友 他会很准确的回答 音乐 音乐 音乐不会帮你变成更理性的人 音乐会让你更感性 这是我的感受 我是一个每天听古典音乐的人 我一直还是听古典音乐 我觉得古典音乐非常 非常能够感动我 所以我听古典音乐 怎么讲 但是音乐带给我的是感性的认识 而并非理性 但是音乐作曲家 没有哪一个作曲家里的开数学 你不信你可以去跟 去跟 谁最好 可以去跟华格纳讨论 德国音乐家 你看看他 在他的论述里头 他是怎么看待音乐跟数学的关系 可能有启发 这个观点很新 下面是我们这个数学家朋友的 他的发言 他说他准备改行 做心理师了 最好没有朋友 最好没有病人 真好 谢谢这位数学家 强力 名字叫强力 很容易记得名字 太好了 下面一个问题是陆明 他说谢谢您的分享 您觉得痛苦 是要以某种方式讲出来 或者以其他 非文字的方式表达出来 才能得到某种解脱和放下吗 解脱是不可能的 放也放不下 因为痛苦 如果是精神上的 这个你还有希望 你可以放下 如果是身体上的 他就伴随着你 你得跟他和平共处 所以 精神上的痛苦 当然是 你 你怎么样能够放下 你只能够转移 就是说 你把注意力放在其他的事情上 让你不那么去一天到晚想那间 让你非常痛苦的事情 那可能是一个办法 但是基本上痛苦是如影随形 你比方说 你比方说一个母亲 失去了孩子 这是一件痛苦的事情 这个痛苦 如果他是一个真正的母亲 一个好母亲 这个痛苦 要伴随他到 离开这个世界 绝对没有办法 他绝对没有 他放不下 他只能够不常常去想 他可能去关心别的孩子 为别的孩子做很多很多事情 来化解他内心的沉痛 但是这个沉痛不会离开他 事情就是这样 我想到我那些死在新疆的那些 那些难友们 那种痛是 我虽然写出来了 写过了 但是他们还是痛 但是今天我跟你们在一起 我很快乐 因为我说我的话 你们听得懂 你们了解我在说什么 你们了解我在想什么 我就觉得我有了这么多的好朋友 我非常快乐 但是这个快乐 是你们给我的 也是我感受到的 这并不能说是把那些痛就挤走了 这可能性也不大 对不对 这个东西已经在你那了 它就是一个存在 那存在 一个东西存在 它必定是有原因的 也是有意义的 所以你要这么样去想的时候 就会比较正面 但是你如何真的放下 如何真的说是你 想到了会没有感觉 这个可能性不大 这是我个人的看法 可能别人有更好的办法 好的 我们的下一个问题 李三提的 他说您提到这个 Philips Collection 你他上班的地方不远 他想问你 你为什么喜欢这个博物馆 能不能分享一点你的看法 Philips Philips不得了呀 这个Philips的Collection 是非常经典的 而且他们的藏品 也是数量也并不少 Philips他们 也有时候会办非常跨国界的 跨时代的特别的展览 Philips非常专业 非常非常专业 他们对印象派也 Philips对印象派一直是不错的 对后来的抽象艺术 立体派都有相当的情感 所以他们的收藏 他们的典藏 绝对值得 绝对值得 还有他们出的专书 他们出的专书 我是收的 就是他们每一次展览的专书 因为他们请的学者 都有相当的深度 这些都是值得 非常值得 要去 而且要得到他们的资讯 看他们有些什么样的展览 最近这个疫情当中 可能比较慢 像我们国家一郎 现在都没有什么特展 但是你就去看他们平时的馆藏 也很值得 好的 下面一个是朋友 他是支持你的观点 他说巴赫是一个 beautiful mathematician 我相信他应该说巴赫是个很好的数学家 我不太了解 支持你的观点 对 我们看最后一个问题是陆明 陆明你这个问题好像没有问完 你继续问吧 好不好 这个就像最后一个问题 好不好 我这个本来是连着上面一个 我因为打字太慢了 所以呢 就被中间那两个给隔断 我就是主要就是想就问 就是说 是不是需要把这种痛苦的经历 需要表达出来 即便不能放下 不能解脱 但也是要把它表达出来 不是就是 只是闷在自己的心里 对吧 表达需要能力 不是每一个人都能表达的 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写 也不是每一个人都能说 还有一个重点就是 你还得有表达的对象 你能写的话 你要那个 你要想办法让人知道 对不对 他现在还比较容易一点 因为可以用电子媒体 但是写的是不是够深入 能不能够表达的很清楚 这些都是还有技术上的 技术上的问题 至于你说把它表达出来 当然还可以说 对不对 你可以告诉人 但是你告诉人 这就有一个受众的问题 你谈的那个对象 他能不能接受 他能不能跟你有共鸣 这就是大有疑问的事情 我有孩子 我有儿子 他已经三十几岁了 我的先生把多余的人 翻译成英文以后 寄给的第一个人 就是我的儿子 我的儿子看了 看了以后 他提出了几个小问题 都是极表面的小问题 他看懂了吗 没看懂 绝对没有 还有感受吗 不会有 他是一个 computer games designer 非常资深的 computer games designer 他的世界 我进不去 我的世界 他进不来 我爱不爱我的儿子 我当然爱我的儿子 我的儿子爱不爱 他的母亲 他也爱他的母亲 而他不懂 他的母亲 就像我不懂 他的工作一样 这是没有办法改变的 不是语言可以解决的 从前我是想 他没有中文 对不对 所以这个难 那么英文呢 还是难 为什么 因为他跟多余的人 之间的距离 比他跟冥王心之间的距离 远得多 他可以把冥王心 放在他的game里边 他不能知道 他妈妈经受过什么 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我要去勉强吗 绝对不要 他有他的生活 他有他的路 他有他的世界 他过得很快乐 他很健康 他没有生病 他都很好 太太也很好 小狗也很好 那就行了 那是他的生活 我不能说你一定要知道 我的痛苦 我为什么 我为什么要强加于他 对不对 所以表达 这中间不但有 你能不能表达的问题 还有一个 你有没有受众的问题 那个有没有的人能接受 比方说 我像我现在讲这个事情 我讲给少先生听 跟讲给我的孩子听 完全是两回事 少先生马上就感受到了 我的孩子 他不会感受到 他的日子太舒服了 太好了 太幸福了 好极了 就让他幸福着就行了 对不对 我们不能勉强的 绝对不能勉强 就是这么回事 所以你说到这个 放在自己心里 我们的心要大一点 还有一个就是 你像我对世界上 那么多事情 那么有兴趣 对艺术家这么有兴趣 这个也是让我开阔心胸 对不对 就是你不能够老是 把自己的那点事情 在那转来转去 转来转去 那不是个办法 所以当你关心到更多的人 更多的事情的时候 你自己的事情 不是就不那么重了吗 这是这是我 我觉得这是一个办法 退一步进两步 对这个就是您说的 这个退一步 我觉得对您说的 海阔天空 对 海阔天空 你想你面对大海的时候 你面对蓝天的时候 你有那心里头 有那么多负担吗 对不对 不会了 是吧 跟大自然多接触一点 所有的美都在大自然里 这话是谁说的 这话是杜尔说 伟大的德意志艺术家 连达文西有的时候 都觉得杜尔比自己惊喜 比自己 因为杜尔做木课和石课 而且杜尔是他 我们今天谈版权 杜尔 500年前的杜尔 他是最早谈到版权的人 然后我们今天谈到树独 树独的祖先在哪里 是杜尔 他能够横的 树的 斜的 中心 全部 34 他能够设计出这样 在他的石课忧郁 著名的忧郁 这幅石课里边 他有 这个 这是完全是树独的理念 就是 Sudoku Sudoku的理念 在 杜尔那个时代 就已经有了 所以你看 一个伟大的艺术家 跟数学的关系 数学真是好 美丽世界 真美丽 强力听了一定非常高兴 一定非常高兴 好了 那我们今天时间就不早了 我们要谢谢 韩秀老师给我们分享了这么多 他的经历 他的内心世界 受益 非浅 我也学了很多东西 比如说数学能治疗忧郁症 音乐也是数学 对不对 我没这么说 我想有帮助 我想有 对不对